时隔两年 印度和中国的军队在12月9日又爆发了边境冲突 双方都有士兵受伤 那么中国和印度为何擦枪走火 中印官方也接连提出针锋相对的声明 抨击是对方士兵先有意快越边境才导致冲突发生 这起冲突发生的确切位置是位于印度东部与中国接壤的阿鲁恰尔邦塔旺地区 中国声称拥有该地区的全部主权 并称该地区为南藏 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本周二主持了以这场冲突为主题的会议 并告诉印度议员印度部队要完全致力于维护印度的领土完整 辛格说12月9日在塔旺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试图越过印中边境时空线 对于中方的这一企图 印度部队以坚定和坚决的方式进行了阻拦 随后的对峙引发一场小规模的肢体冲突 印度部队勇敢地阻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印度领土 并迫使他们返回驻地 辛格表示 印军在对峙当中没有死亡和重伤的情况出现 根据印度教徒报的报道 当时有多达600多名中国士兵企图越境 而后遭到了印度军队的击退 印度军方也在11号的时候透露说 至少有6名印度士兵受伤 并且双方都有一些人员受到了轻伤 有消息指出 中国军队的受伤人数可能会更多 塔旺地区一名印度指挥官表示 冲突之后 双方军队已经立即脱离了该地区 并已经与中国该地区的负责指挥官会晤 按照结构化机制讨论这一问题 以恢复和平与安宁 周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回答记者有关印度所描述的事件提问时 说目前中印边境总体局势平稳 自1962年中印发生大规模的边境战争以来 这两个亚洲巨头长期以来都遵守协议 以避免双方军队在实际控制线上动武 但这项协议在2020年的6月第一次被打破 当时印度和中国军队在加尔万山谷爆发激烈的边境冲突 双方士兵都没有使用武器上演了一场肉搏战 最终有20多名印度士兵死亡 中国未给出伤亡数字 但据说至少有4人死亡 该事件导致中国两国的关系急剧下降 2022年9月中印双方同意从喜马拉雅山脉边界的争议地区离开 避免接触 12月9日爆发的新冲突成为了自2020年6月 中印两国发生致死冲突以来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 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国家元首晚宴上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议之后 有分析人士曾认为中印两国的关系可能会解冻 两国的新人已经完全崩溃边界问题不解决 实际控制线的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近年来印度在战略上不断向西方靠拢 加深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他们联合组成四国联盟以抵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此外印度还开始了一项价值1300亿美元的武装部队现代化建设 包括从美国订购攻击型直升机和从俄罗斯订购防御导弹系统 以加强印度的国防战力 印中边境全长2000多英里 很大一部分都是山地 印中边境的大部分地区也仍然都是存在争议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并不罕见 此类冲突通常涉及两国巡逻队在相遇时互相推散 特别是双方到达各自主张的边界线时 一位印度官员说 印度空军一直在边境地区保持严格的警戒 以避免中国军队任何潜在的空中侵犯 印度在其东北地区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 在与阿罗纳恰尔邦接壤的阿萨姆邦的几个地方 部署了苏30战斗机中队 印度还在靠近边境的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基地 部署了阵锋战斗机 上述官员说 印度空军的边境地区一直处于警戒状态 只要雷达探测到任何潜在的空中威胁 军方都会紧急出动战斗机回应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